我试穿了一条裤子 然后尺码偏大 然后换一条小的尺码 然后我对上说给我拿一条S码的裤子 当时那个裤子就挂在那儿 有那个S码的 然后电影的导告直接对我对上说 没有这个尺码 就态度特别差嘛 然后我看中了一双鞋 然后41码的 然后我说这个偏大 我说能不能给我换一个40码的 他直接他也没有去查过货 也没有考虑过 然后直接就一口否决了 就是说没有这个尺码 后来我们去找了其他导购 然后进去去查看 有40.5的 然后他就还当面 然后拿着那个导购员 拿那个盒子指着那个40.5 他就说这个就是没有40码的吧 唐先生购物的这家耐克门店 在杭州龙湖江东天街 他介绍当天带着女友 第一次来这家门店 也不认识这位导购 不太理解对方为什么这样对待他们 他回忆 当天晚上店里有两位导购 顾客不多 也没有看到这位导购接待别人 对待顾客这样傲慢的一个态度 我们是完全不能理解的 其他导购 说他今天是什么不在状态啊 说他的最近他的心态不太好啊 我说你心态不太不太好 关我们顾客什么事情 平时我们要来受你的气 昨天我的对象 就因为这个对他们店里的一个 不公平的一个对待 然后哭了一个多小时 来到这家耐克门店 是另外两位导购在场 他们表示店长一时半会儿赶不过来 也没有提供店长和当时那名导购的联系方式 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他是正式员工还是 他已经有一年太开业就开始来了 当晚发生了什么 这名店员表示不太清楚 唐先生说 当天晚上他投诉到了商场 那名导购给他道歉了 不过他觉得态度比较敷衍 因为店员确实 他可能就态度可能有点问题 那我也代表商场 就是对你保持表示那个抱歉 然后但是其实我们也跟那个 那个店员 就包括他们那个负责人 也沟通过了 也给争取了一个最大的一个力度 包括衣服是一个85折的一个折扣 那这是已经是他们最大的折扣了 但是像鞋子这种 如果线练款的 那可能确实 因为耐克这种品牌 你们也知道 所以可能不可能 以这种更大的力度来了 所以这是我们进行到最大的 因为这种的话 我们不需 就没什么需求 我就是说 假如说他这种态度 就是对我们 然后我感觉就是 他只要受到相应的那些 处罚考核就行了 后来商场方面反馈 他们对这家耐克店铺 做出了100元罚款 由这名员工来致付 另外耐克商户 也在内部大群对店员 进行点名通报批评 再处以100元罚款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